小凯 真得表扬你 一看是自己人 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 刚才那个最高音的时候 小凯就给我把那个 里边那电影给我 咔找出来了 我一听 对我一听 你在怀疑我的唱功吗 因为你们这些技术人员 可以通过手段 让歌手减轻他的负担 甚至唱不上去的也能唱上去 但是作为歌手本人来说 非常的不应该 因为你吃的是这碗饭 你被称之为职业歌手 你不可以唱不下来 你如果唱不下来 就不要开演唱会了 就在家呆着就好了 对吧 你卖那么多票 卖住给人家买的 是想听你真唱 所以刚才那个地方 我再来一下 就在唱不下来 就把一个人家买的 就把一个人家买了 就把一个人家买的 我帮你去远方 刚才那个地方 我嗷一早就上去了 我进晚了 实际上他们有一个缓冲 然后我刚才没缓冲 直接干上去了 你就对了 宝刀不老 你们这家可以做一点吗 是的 这样可以称一达 到底我们从十五 十五 不着急 不那么快 不那么快 至少 不那么快 我们过去 看 咱们 是 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羡慕 天书 今天是不是很顺利 很愉快 什么感觉 对 所以我说就是找到一个对的 谢谢 找到一个对的 然后适合自己的当人家 他特别懂我 所以他很快 这张什么时候开始发售 很快 希望能年底 好 是一张黑椒 期待 对 我今天也很兴奋也很幸福 是因为今天是我的第一张钢琴专辑 结束了 全部录制完成 这样的话 在我的自己的作业里面 就有一张戏乐的管弦乐作品 然后一张电影的配乐作品 一部音乐剧的全剧作曲作品 然后一张钢琴的作品 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古典音乐家 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现在就是自己可以任性了 我就把我后半辈子挣了的钱 都花在古典音乐上 我听着都开心 真好 我怎么不能让自己撒撒花呢 是 对吧 那一部管弦乐作品 写了三年零七个月 这个钢琴套曲又是一个三年 所以大家为什么看不见我 我都在看这个 我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挺满足的 行 这差不多了 好的 谢谢你啊 没关系 很开心 关键跟你一块听了那么多音乐 对 因为上次我一次听到采访 你说你特别喜欢那个Sugarman 我特别喜欢那个 是吗 我爱死那个了 小唐人是吧 对啊 而且我很想去见见那个人 对吧 我非常欣赏他 特别欣赏他 而且他很高贵 是吧 很高贵 他后来他不是在南非成为一个Superstar吗 对对对 但其实他对他生活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 他始终在自己的一个节奏里 对 他回到美国 他还是跟那个普通人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 我能不能占您的宝地说两句话 你快 实际说 随便说 就我特别感谢那个好多非常优秀的这些记者也好 深度访谈节目的这些老师们 谢谢你们看得起老韩 然后如果我拒绝了您的访问 您别介意 我会把我自己埋得更深一点 请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拿最好的作品来送给大家 可能不是歌声的 但一定会是我的管弦音乐作品 曲乐作品 古典音乐作品 因为我深深地看到并相信 古典音乐可以治愈人心 真正的 table 如果你不喜歡 我可以帮她吧 我可以帮她 我就是你带谁的 我自己带着这个 我要去西馬拉雅,謝謝 西馬拉雅,準備 来 走 我能尽全啊 耶耶耶耶耶耶 你到我管 我能尽全力成功 而爆光 难受无力把 天网 我能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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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海拔 耶耶耶耶 原住韩老师要接到海洋门 这个歌不能老牌了 这个歌啊 这个真的不能老牌了 我有两个刻板印象 一个是唱很高的一个声音 而且是中国大众那种IT 第二个就是他做慈善的那个形象 我还很佩服他当时 这两个形象对我的叠加 但是我对他个体知道的非常少 或者几乎一无所知 我记得我们别再休息了 工作吧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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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啊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的床床 啊 你也看着 乖世在说话 你也看着乖世在说话 他们碰我上天 带我住地 所幸我还是我自己 你也看着乖世在说话 为更加香甜 其实我最强的感受就是 可能特别强的意识是 音乐跟思想 跟情感模式之间是如此的 就是如此的密切 你突然也理解 为什么韩虹跟很多人 大家很近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集体记忆 很多的集体记忆 所以你看它里面有 不同阶段 时空的集体记忆 武汉的集体记忆 所以它那一刻是有很多更个体的记忆 跟具体的空间 时空关系 我给你带一个东西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笔迹 最初是你的吗 这个 这个 你看 这怎么回事在这 但是这 天哪 这不是我的字吧 不知道 我们在孔福斯网上找到的一个 别人说是你的笔记 是你的笔记 是你的笔记吗 我要好好看一下 不着急 慢慢看 天哪 他当成孟哥这个电话可是对的 信息是对的是吧 是 这为什么会是我的呢 这是丢失的对不对 这电话应该是对的是不是 这电话真是对的 这电话真是对的 这是我的 破云恒哥谋 看来是我的 还有你的评语给你的 往后翻吧 这好像是我的 是你的吗 这是你的呀 我们也不置可否 好家伙 Jazz 第86 绝学历史 这个是我已经那个 入中国音乐学院了 这绝对是86年的 对 你看这本是85年的本 哦 对 这是我上学87年 上课的笔记 为什么会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散落到这个 人间了是吧 对 天哪 还行 卖两千块钱 你问他还有什么 我帮你的找找 咱都买了 好 把你找找 我的天哪 我真的全忘了呀 你看你看看 我的天 最初学音乐的开始嘛 哦 哦 乐历 就 就都能忘了你知道吗 都忘了 那时候对人生未来是什么呢 想象呢 就想到他当兵 唱歌 我当时音乐学院想唱歌 是变成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歌手呢 有一个 那是我的一个 方式 偶像嘛 对啊 必须有妈妈呀 他的歌我都会唱 走血演出 就是在一块儿 然后我就老在旁边听他唱 咱们听手他的歌吧 那我们听手思念嘛 好多年能听吗 思念 就是老歌思念 对啊 我很多年没听了 你点这歌真的太老了 配这本 配这本 哇 哇 这句特别有名 老时忙 嗯 你去也无消息 十八四年级 要在我心头 那时候你走去你唱什么歌啊 就也是这些 也是这些 对 这歌你肯定没听过 爱的死去活来 你听过吗 嗯 这也是我演出唱过的歌 这歌名特别那个年代 他爱的死去活来 嗯 这谁写的啊 大世间 不认识 小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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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间 人世间 多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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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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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多欢乐 悲哀 十八二 嗯 嗯 嗯 待会儿后面有一段非常高的地方 你听见 那会儿演出就怕唱那儿 怕唱破了 不奢望未来 爱情不是忍耐 爱情不是祈求 也不是等待 要爱的明明拜拜 要爱的世事在宅 要爱的痛痛快快 爱死去活来 你看靠谱吗 那歌 词曲得好可爱啊 你看靠谱靠谱 给他发个信 你这样含着死他了 我现在在做一采访 人家问我原来听谁的歌 偶像是谁啊 我说Money 你都会唱什么歌啊 要爱的明明白白 太逗了 我们真的是从年轻就是好哥们 嗯 现在跟我做公益好几年了 嗯 以前说我现在归我管 这徐荣卿得到巨大的满足是吧 巨大满足啊 哎呀 这本子真是 怎么还 现在看来还是有人 捡到过我的东西 我其实说话是有点结巴的 就是要是我磕本了就慢慢点说 您错了 您错了 我发现你太可爱了 我发现你太可爱了 语速跟不上 跟不上脑子 不知道 我也不觉得我脑子快 哎呀 我干的啥呢 一成八升课 二成八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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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冯勇哲那个表演课没上成吗 一更有一回 那所以奶奶还保持过去好多习惯吗 非常有礼貌 您觉得我没礼貌吗 有 有 就很多规矩 很多规矩 哎呀 不知道 很特吗 不特 不特 唐老师还比起挺严重的 他自己这么觉得 对 他的 他的 周边的人 你对他的了解 可能会这么看出来 什么关系 大家想多了都 你们到时候都现场问呗 对 把这细节更充分地呈现都挺好 你下午是你清醒的时候吗 我就随着保持清醒 会清醒得让人疲倦吗 不不不不 我喜欢那种时刻战斗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从成都回来 成都 武汉吧 烤他脑子 你看我真是晕了现在 武汉 什么时候武汉回来 你别紧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二年会不会喝酒吗 喝呀 为什么不 他不是要喝酒吗 第一次 就是 才是不要 那我问问他呗 他想喝就喝呗 跟他在喝酒吃辣椒听音乐 哇 这个完美 这组合 本来我们在这期节目跟你 我跟你一块喝酒吃辣的东西 然后听音乐 哈哈哈哈 没有 不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 工作就是工作要认真 这不是工作 我们工作就是这样工作 工作不能喝酒 喝酒就胡说八道了 其实有时候喝完酒以后 说的并不是真心话 当然 就是要应该有什么说什么 做节目要好好做 认认真真的 把你想说的话 通过大脑认真的告诉别人 而不是说你在那一刻 通过酒精的刺激之后 你一些并不真实的想法 这有 不不不 自由 更 那天现场我还很触动那天 我也一样 因为三年前 第一场就是武汉 没去了 没去了 用另外的方式 还是站在了武汉 所以那天 那么您所看到的这场 是我 三年之后 是 非常感慨 重新站在那儿吧 终于轮到一个可以我交流内心的时刻 三年前演唱会的第一场首场就是这里 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非常的感慨关切 我觉得武汉人 湖北人 是伟大的 非常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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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以后 他非常急促地说出事了 我吓一跳 我以为是我们团队有什么人出了事 或者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医院 什么事 他说 新冠来了 我说那我可以做点什么吗 他说我打电话就想问你 咱们仓库有物资吗 我说咱们仓库有大量的物资 需要什么你说 他说一些药品 然后一些帮我服务 航空团队是初一凌晨抵达的武汉 因为某些人说十五举报韩文基金会 所以我们停了三天 没有继续向武汉输送服资 不要说当时的武汉人穿不上防护服 我自己是套了三件衣衣的 我就没穿过一次防护服 没带过一次很久的 我的头上用了大瓶颜 捡了一个自己当防护面罩 那个时间对我来说特别难忘 有一首歌一直陪伴着我 也因此我学会了这首歌 今天我必须要把这首歌唱给大家 歌的名字叫《汉阳文花月》 最后就名字叫《汉阳文花月》 那首歌唱《汉阳文花月》 《汉阳文花月》 梅花 夏天似柔华 雨天都似花 冬天的梅花 夏天似柔华 过后的寒风景 举家的满青帐 冬天把我回家 我们湖北商店最著名的 林瑶音乐家 冬翔老师 每天哪个暴露 哪一天能回家 冬天的梅花 夏天似柔华 过后的寒风景 举家的满青帐 满青帐 中文字幕志愿者 I'm gone I'm gone